新北市长朱立伦在竞选口号当中的三环三线 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开辟了捷运先导公车 但是汐止线的捷运却都还没有 也让市议员审发会在议会当中大表不满 而这两天市府是终于回闻表示 汐止捷运先导公车都已经规划好了 不过因为都还没有经费 所以还是至爱难行 捷运核实到汐止大家很关心 捷运汐止民生线地方已经争取了好久 路线早就出炉 不过捷运要通车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那民生汐止线的进度以目前的规划 是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综合规划评估 那年底完成之后 如果这个综合规划计划能够通过 这个交通部的核定的话 那大概在明年就可以先进行 这个先期工程的施工 那再顺利的话在105年 民国105年可以正式的来动工 那动工之后工期六年 因为还要几年的时间 而为了让民众转成捷运更方便 细致有不少的捷运接驳公车行驶 有蓝22蓝15蓝39蓝36红2等等 民众可以搭公车到南港展榜馆站 又或者是东湖转搭捷运很方便 那什么又是捷运先导公车呢 其实就是照着未来捷运路线走的公车 不过许多民众似乎不知情 捷运先导公车 不晓得 那就是走未来捷运的路线的公车 真的不知道 这个经过我的质询之后 现在新北市政府有回函 他们表示说 他这个我们汐止民生线的这个先导公车 他已经完成规划 他的路线就是从新台五路 就是未来的这个捷运站的终点 我们公所这边开始走新台五路 然后再右转新新路之后转大同路 大同路之后再转中新路 中新路之后再转康宁街 康宁街之后一直走走走到终点 是到这个捷运东湖站 因为三环三线 其他地方都有捷运先导公车 细致却没有 医院审发会也在上次的定期会总质询中 表达强烈不满 并且要求尽快规划 而这两天也接到了市政府回闻表示 规划已经出炉 不过因为没有经费 目前已经向交通部争取补助 那也就是说如果交通部 同意补助经费 我们才有可能享受到这个先导公车 如果交通部没有补助的话 目前新北市政府 他是没有预算没有经费 来行驶我们细止的这条先导公车 那这是他们目前的答复 不过我个人会在议会继续努力 我认为说 不管中央有没有要补助 你其他的地方的这个先导公车 都已经在跑了 我们这边也已经规划 有这样的路线 我们就应该市府就应该 以这个大众运输为最优先的考量 捷运民生细止线最乐观的 就是在民国103年底才会动工 细止有捷运可能还要好几年的时间 只是这段时间的捷运路线怎么走 可能还没有概念 议员希望先导公车尽快上路 让民众可以先适应 解诚惠林细致采访报道